记者苏福南子官报道,高雄子官区65岁王姓富人接获诈骗集团电话,对方杨称是健保局人员,谎称王傅健保卡遭人盗用,要求他电话不要挂,直接按110报警,之后陆续有假冒警官,检察官跟他对话,并要他汇出700万元协助办案,索性任牌原警及时阻止汇款,保住王傅毕生辛苦存下的血汗钱。 江山警分局子官分住所所长记述如警员陈正成接获报案,赶赴王傅住处了解案情,王傅神情慌张的告诉警方,他依照对方指示为挂断电话,随即在电话键盘按110,有一名自称林性警官接拼告知本案已抓到盗用健保卡嫌犯西某公司高级主管,但嫌犯不承认,因此要求王傅至金融机关, 购购款来证明嫌犯是有罪的,警方才能顺利破案,自称检察官的歹徒为了取信妇人,还谎称其父母都是吃素学佛的,因此很乐意帮助王傅,但话锋一转,强调案件上署侦查阶段,绝对不能告诉他人, 否则警方将立即前往逮捕,并拘禁两个月之久,假简做要求王傅配合办案,先汇300万元至指定账户,等全额700余万元汇齐后,会议并返款全部金额且外加利息。 就在警方与王傅了解权案过程时,诈骗集团又来电要求王傅汇款,远景不断的安抚,劝说耐心的解说相关诈骗模式伎俩,王傅才恍然, 大物及时保住毕生心苦层下的血汗钱。